浪杰舞总决赛谢金燕不失好歹 含泪拒绝陈浩宇组队邀请 上文杰袒露新生谢金燕的表情都不装了 谢金燕浪杰舞闯入总决赛 霸气喊话成团少了我是节目最大粉丝 49岁电影女神谢金燕参加陆宗陈峰2024又称 浪杰舞目前已经闯入节目总决赛 她近日透过社群平台霸气喊话成团名单中少了谢金燕 这绝对是陈峰2024的最大损失 谢金燕晒出照片身穿黑条纹黄色紧身衣 头发编成多条小片并配戴着大新耳环 展现出强烈的舞台风格 她手拿着黄色的双截棍摆出帅气pose 舞台背景是绚丽灯光效果 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表演场景 同时谢金燕以HackTag写下准备炸场双截棍 没有舞台能难道我只有我不想要 她接着写道 我想说的是谢金燕的人生中 不一定要再浪结舞中成团 但如果成团名单中少了谢金燕 这绝对是陈峰2024的最大损失 最后强调陈峰特浪我自己定义 网友回应 不管姐姐有没有成团 姐姐都是最棒的 这个节目没有谢金燕的名字 真的是很大的损失 因为这是属于姐姐本姐的节目 虽然在这里姐姐镜头少 但是姐姐有效参赛有效吸粉 姐姐加油 相信你可以的 给我炸翻全场 浪姐5成团总决赛歌单公布 网友决定分组 陈立军疑似招牌季 浪姐第5季 如今由于被自家节目歌手2024的热度全程吊打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但毕竟两档节目播出的方式不一样 如今 陈峰2024依然是网综市场话题量最高的存在 前段时间浪姐5进行了第5轮公演的录制 也是总决赛前最后一轮公演的录制 最终淘汰的分别是 王林 杨景华 圣余的20位姐姐 陈立军 七薇 刘欣 陈浩宇 尚文杰 袁亚维 何杰 万妮达 浙斯 萨鼎鼎 蔡文静 韩雪 郑妮可 谢金燕 孙夏琳 郭碧婷 姚苗 柳妍 张雨昕 朱丹将进行最后成团夜的比拼 刚好在第5轮公演录制前 还进行了一次全开卖的直播舞台 那个时候就受到了不少的关注度 据悉 节目组也表示之后还会有直播的舞台 尽管没有明确说明 但如今 节目只剩下最后的成团夜没有录制 因此 不少网友都怀疑 今年的浪姐总结赛 将再次以直播的形式进行展现 虽然官微并没有说明 但已经提前透露了成团夜总决赛的歌单 分别是 骑士精神双结棍 月亮之上 Dcess Me 并且对于每一首歌的分组情况 也表示将由网友们来投票进行决定 这样的设定 也给粉丝更多的参与感 也能让节目组知道 大家喜欢哪几位姐姐一同合作了 而对于此次歌单来说 再一次证明 芒果台到底有多偏爱周杰伦了 当中有两首都是她的作品 骑士精神作为蔡依林经典的神曲之一 由周杰伦作曲并一同演唱当中的说唱部分 都直言这首歌曲比较适合和解 描描 流星 而周杰伦自己的双结棍更不用说了 这首歌曲作为中国风式的经典说唱代表曲目 至今为止都有很强的影响力 当中就要数万尼达最适合这种曲风了 但她的粉丝觉得她个人更喜欢DCsme 同时还有改编版的月亮之上 凤凰传奇的出道曲也同样有着很高的国民度 虽然大部分姐姐都比较合适 但对于擅长幼剧或者古风歌曲的陈丽金来说 就比较尴尬了 四首歌曲没有一首适合她的曲风 也遭到不少网友的质疑她疑似遭排挤 而DCsme也是相当的经典 更是入围奥斯卡最佳原创热门歌曲 非常有音乐剧的味道 像尚文杰和陈浩宇都非常的符合 感觉就是为二人量身打造的一样 作为各位女性的粉丝 应该也知道剩余的姐姐们更适合哪些起风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你觉得各位姐姐们会喜欢哪一个舞台 浪杰五分组之争 陈浩宇组能翻身 三组暴冷在旺 小伙伴们是不是被浪杰五总决赛分组的乱象给整闷了 作为一个驻足娱乐圈多年的老司机 我觉得这波操作真的有点过于不着调了 首先让我们来盘点下陈浩宇这个抢手货色组 大姐亲自作证 旁边就是尚文杰和万尼达两大舞台扛把子 再加上舞蹈经济正妮可 袁亚维 哇哦 简直就是一只战无福胜的娱乐全门战队啊 票数高达几十万 身价几千万 光芒万丈啊 相比之下 其他三组就委屈一点啦 比如流星这一伙 朱丹 血迪燕 苗苗什么的 都是退一老将了 曾经可是情方真烟 如今恐怕就是香火旺了吧 再看七维团 虽然阵中有和解 孙夏琳这些大Vocal护架 但总体票数也就一万多 勉强算得上中流水平 陈立军这一伙就更寒秤了 带着张雨昕 韩雪等新载混日子也就罢了 柯总票数居然不足两万 说实话 实在有些不太像话啊 网友们自然是一边倒吐槽 分组赛 这是存心整佛吧 陈浩宇组 调打其他三组 有木有 这不按奥运会开赛门类分组吗 于平仁也忍不住直言相熟 很明显 运营是在拉片价了 把陈浩宇团供起来当亲儿子 其他几支队伍分明就是悲评角色罢了 不过这么操作 的确也能制造戏剧张力 为节目增添看点啦 老夫说一句选之又选的话 这场分组之争 其实暗藏了天大的乾坤 陈浩宇虽然阵容顶强 但不要忘了他曾在上剧节目中 被淘汰的耻辱史啊 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还不被干掉 倒是其他几支队伍被低估了 反而还能激发他们的血腥斗志 说不定就能爆了门呢 谁与针锋 最终久久归一 等着瞧吧 作为小编 我当然是希望害到朝爷的舞台大战 尽管齐变就好 浪捷舞总结赛分组 陈浩宇组强得可怕 另外三组票数有些可怜 近期 备受瞩目的综艺节目 成分破浪的姐姐迎来了一场别开身面的成团之夜分组比赛 作为自身娱乐圈观察者 笔者对此自是了弱指掌 本场比赛不仅考验了选手们的实力 更突显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各路明星选手无不是人际爆棚 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 本期节目自排位赛开始便已是惊心动魄一幕 无情的分组过程将继续好友化作生死相反的对手 作为最强战队队长 陈浩宇协尚文杰 华尼达 赘妮可 袁亚维组成了一支王派部队 实力有目共睹 七位的月亮之上队亦是非同小可 和杰 孙夏琳 萨鼎鼎 蔡文静各个都是实力派 相较之下 双结棍和骑士精神两队的实力则显得略为逊色 刘青带领猪丹 谢金燕 姚苗合众虽然阵容坚强 但在总结赛面对猛将恐难全身而退 陈立金的启示精神队成员张雨基 韩雪 郭碧亭 刘言各个也是大友来头 可惜并对一路人马不免散漫些许 赛前各方实力高价暂时难分伯仲 不过就单凭队长的个人实力而论 陈浩宇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他声音嘹亮 台风稳健 惊艳老道 可为当代live偶像的不二典范 其他几位队长也各个出类拔萃 拥顿无数 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在场震撼 台下观众的那喊声 掌声不绝于耳 无论是双结棍队和骑士精神队的拼进全力演出 还是月亮之上队和最强战队的高造对决 选手们各个尽力为其效力 赢家笑着眼开 败者亦有遗憾和不甘 这或许就是这种残酷又动人的竞技比赛的魅力所在吧 比赛结束 结果喜悠参半 获胜者无不是阵地高呼 欢呼雀跃 而失利的一方亦有眼眶失润之人 不过这就是竞技比赛的常态 总有赢家和输家 重要的是大家在赛场上一展身手 施展渲染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才是最大的赢家 跟上所述 本场分足赛可谓扣人心弦 精彩奔臣 敌者有衷期盼 在后续的节目中 各路选手能继续兢兢业业 努力同心 他们用实力和努力 用汗水和热情 用梦想和坚定 托举起这个舞台 也必将赢得观众的贺彩和肯定 而他们的精彩故事也必将持续娱乐大家 成为永恒的经典 成为永恒的经典